好 繼續來看到花蓮市立幼兒園 在11號的上午是舉辦了 中班的學習區好好玩主題成果展 那麼也邀請了家長們 是一同到場跟孩子來同樂 也驗收這半年來 小朋友的學習成果以及成長 那麼市長魏嘉賢也特別到場來給予勉勵 小朋友們拍拍站在廣場上 跟著老師隨音樂手舞主導 可愛模樣讓不少家長都拿出手機要記錄下來 這是花蓮市立幼兒園中班在11號上午 所舉辦的學習區好好玩主題成果展 每個班級的孩子們都充滿著活力 前往分別依據組合 美勞 語文 數學等 區塊所設計的關卡進行遊戲 同時也在同才團康互動中 讓老師與家長們了解孩子在一學期中學到的東西 在每一個班級的成果展裡面 都有不同的意義跟面向 那在小班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於孩子進到學校之後的一個適應期 那在中班的部分 就是在團體生活裡面如何能夠變成團體的一個分子 然後進而能夠協助我們同才的朋友 一起來完成各項的事務 那在大班的部分就是銜接教育的部分 未來要上小學之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銜接教育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我們中班的孩子 那其實在做的一些活動都是跟我們同才一起合作 那一起努力克服一些困難跟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每個孩子都能夠發揮 每一個朋友互助的精神之外 也能夠學習團體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那今天非常謝謝孩子們的家長還有老師們努力的教導 讓孩子可以快速的成長 那花蓮市立幼兒園未來也會提供更多不一樣的一個學習環境 跟教育環境 那花蓮市公所會全力支持 花蓮市立幼兒園園園長李菲林也表示 中班的孩子經過一學期的努力 在學習區的操作活動中 學會了搭建的技巧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培養獨立探索與思考 在人際互動上也學會了輪流分享與遵守規則 室友每學期都會針對不同年齡的小朋友來設計課程 貫徹是才教育的理念 從主題成果展中 看見每一位幼童成長的進步及願意主動分享 是室友最大的收穫 記者徐立芹 花蓮市報導